大家好,我是小安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夏天让人偷偷的一件事情就是 减脂瘦身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很安美的 一到夏天开始苦恼起来了 想要瘦肚子、瘦大腿 其实减肥很简单的 这个视频耐心的看完 今天用洋葱搭配一物 给大家分享一道减脂餐 连续喝三天 瘦掉大肚腩 瘦掉大粗腿 减脂又瘦身 还可以滋养皮肤 做法极简单 不结实不运动 这样可以吃吃喝喝又变美的 我们先准备一颗洋葱 洋葱营养很丰富的 是唯一一种含有全联素A的蔬菜 营养比较全面 洋葱含有心、钙、铁、维生素 吃洋葱可以很好的健脾阳味 还特别的适合减肥的 因为洋葱呢 低脂肪、低热量 怎么着都不会发胖的 很多朋友们切洋葱的时候 比较辣眼睛的 洋葱一个没有切完 泪流满面的 我们可以把洋葱放到水中浸泡一会儿 这样能够去除新辣味 现在时候不会拉眼睛的 先泡一会儿 洋葱丁地去除 再把洋葱改刀 一个小块 这样切洋葱一点都不拉眼睛的 准备一小块的生姜搓一搓 生姜具有趋寒暖胃的功效 还可以温暖我们的脾胃的 吃生姜 可以把身体里面的一些毒素 垃圾全部排出体外 夏天多喝一些生姜茶水呢 能够把冬天 藏在身体里面的一些毒气 全部排出来的 老话说的好 冬病夏至嘛 夏天多喝一些生姜茶水 还是不错的 冬天呢 天气又寒冷 早上起床之后 泡上一杯生姜红糖茶 一整天身体暖喝喝的 从头暖到脚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生姜对于减肥有什么好处呢 吃生姜呢 能够加快现成代谢 可以把身体里面的一些毒素 全部排出体外的 还有油脂 这样能够达到特别好的 减肥受伤的效果的 生姜准备一小克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了 太多的话比较辛辣 不好吃 影响口感 再把生姜改刀 切成薄片 不要太多 准备两三片就可以了 切成细丝 准备一颗鸡蛋 我们洗一洗 把鸡蛋外壳洗干净 鸡蛋外壳会有粪便 大肠杆菌 细菌的 无论鸡蛋我们怎么食用 外壳都要洗一洗再去敲打鸡蛋的 鸡蛋中含有优质的蛋白质 钙 铁 优质蛋白质更高的 鸡蛋低取低热量 低脂肪 减肥期间 吃鸡蛋 很好的可以补充能量 并且不会发胖 无论是煮鸡蛋 煎鸡蛋都不错 是非常好的选择的 鸡蛋我准备了一克 我的饭量吃一克就够了 如果饭量比较大的话 可以吃两颗鸡蛋 再把鸡蛋打入小碗中 先把蛋黄戳破 再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这样打鸡蛋比较快捷方便的 很快就可以打好的 我们快速的搅打 像这样一边打一边拎起来 这样打了就比较快 而且打出来鸡蛋比较细腻细滑 做什么每天都好吃 一点都不会老 大概放到一旁备用 我们准备两三颗的红枣 抓拌抓拌洗一洗的 红枣含有维生素 钙铁心 吃红枣可以很好地补充钙质 补充维生素的 像减脂期间 吃饭比较少 身体缺乏能量的 维生素含奶奶会减少 我们吃红枣 就能够补充能量 红枣可以实现回期间 皮肤不发黄 不发暗 也不会长斑的 还是很不错的 红枣 营养丰富的 每天吃3-5颗红枣 使我们的气色好 皮肤红润有光泽 红枣虽然很好 但是不要吃的太多 一天吃2-3颗就可以了 因为红枣性温嘛 吃的话得容易上火的 我们用剪刀 剪成小半 枣糊需要去除 我们把准备好的洋葱生姜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小火焖煮20分钟 把生姜洋葱的营养全部煮出来 时间到了 已经焖煮好了 水呢已经很深了 像这样说明营养煮出来了 就可以关火 再把里面的生姜洋葱挑出来 这个时候呢 营养煮过之后 就没有什么营养了 我不是很喜欢吃 如果朋友们喜欢吃洋葱生姜的话 也可以不挑出来 可以做一点口味来定就可以了 我们把红枣放进来 再焖煮3-4分钟 煮出红枣的营养 红枣煮出的香味 再把蛋液加进来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蛋液要嫩一些 口感更香 这里不需要放糖 也不要放盐了 红枣呢 自要的甜味 这个茶喝起来比较好喝的 微微的甜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达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成功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这样做好的鸡蛋茶 保护感很强的 遇到了几颗红枣 又可以减脂 还能够补充维生素 营养比较全面的 夏天到了 很多朋友们为了减肥而头疼 这个季节呢 又该穿裙子了 如果想要减脂说真的朋友们 这个茶水你收藏起来试一试 坚持几天 你会发现了 大多难不见了 腰细了 还是很不错的 并且呢 坚持时间更长 你就会有一个立项的身材 皮肤变得更加的红嫩 光泽又好看 水热热热的 红枣呢 每天煎水吃上几颗不错 红枣脂肪含量很低的 也不会发胖 这样做好的鸡蛋茶水 平时喝一喝 能够很好的改善 大多难 能够减脂 瘦身 生姜洋葱呢 都具有很好的减脂的效果的 增加现成代谢 可以使生里面的一些毒素 油脂强排出体外的 所以这种是在混到一起 做成一款特别好的减脂餐 很不错 我自己喝了好几天 减脂好几斤 就赶快给大家分享了 如果朋友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真的很不错的 不需要运动 晚上呢 我们吃少一点饭 或者是不吃 直接吃这个生姜茶水 就可以了 很不错的 保护感很强 喜欢的朋友们 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精彩视频 让大家更新的 今天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